亲爱的朋友 老陈看个小怪物的故事 男主大卫和女友莎拉天天吵架 两人天生一对冤家 男主曾经是乐队的主唱 现在沦落到街头卖艺 收入是零 最后男主只能到姐姐家住 姐姐里有个儿子小飞 男主就是个坏舅舅 教小飞说脏话 玩游戏 姐姐不喜欢男主的堕落 真想赶他出去 男主看到姐姐给儿子讲故事 也想要个家庭了 半夜男主教训小飞 让小飞穿着cosplay的衣服 帮他去求婚 男主开门 沙拉正和同事拖头大战 300回合吓得惊慌四处 卧槽 求婚现场见识到女友出轨 这绿帽也是绝了 愤怒之下 男主想教训肩夫 两下被肩夫打趴下了 回到姐姐家 男主伤心的哭了 姐姐把接送孩子上学的活给了男主 学校里男同学都嘲笑小飞 但是女人缘不错 有小女友被撕 小飞的老师是黑妹 男主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据说学生的爸爸都要勾搭黑妹 男主这个混蛋 故意夹门 弄哭了胖同学 让你欺负我家小飞 回到家里 男主对着黑妹的照片 卤了一发 男主主动申请 协助老师去欢乐谷游玩 欢乐谷旁边 有一个美军试验基地 这个基地有各种致命的危险毒物 基地里发现了丧师逃离 随后红色警戒响起 而这时男主黑妹和孩子们进了欢乐谷 大家进农场去接触小动物 学习农场的知识 男主玩耍鞭子还打到了自己 人衰没得救了 这时候上司进入了欢乐谷 游客还以为是剧组人员 女司机开拖拉机带着孩子们游玩农场 黑妹指着男主不要和孩子们说脏话 旁边的上司在咬女司机 上司向二人扑来 黑妹拿铁铃把扎了上司 将他钉在了树上 男主去开了拖拉机桃里 如何开还是直直小飞叫的 黑妹弹起了轻松的吉他 安慰孩子们 到处都是上司 黑妹带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幸亏上司行动缓慢 黑妹想带大家去校车 校车上全是上司 组织人躲在房子里不开门 幸亏有个狗洞 大家都通过狗洞进了屋子 男主爬到屋顶进了屋子里 这主持人太在意自己的脸 男主用吉他将他打晕了 主持人告诉孩子们那是上司啊 黑妹捅了主持人 不要吓嗲嗲 让孩子们害怕 主持人又告诉孩子们 这就是游戏而已了 小飞吃了薯片 过敏咳嗽了 黑妹施展凌波微步 一路奔跑去拿了解药 路上黑妹用铁锹砍头大法 消灭了几个上司 黑妹回来浑身都是鲜血 给小飞打了针 终于恢复了 直升机的声音来了 主持人去屋顶呼救 脚下一滑滚下了屋子 幸亏男主拉了主持人 主持人已经吓尿了 主持人是个烂货 就知道上孩子妈 据说上了一千个 这是报应吗 晚上黑妹唱歌安慰孩子们 外面一群上司为官 可惜手机没有信号 无法求救啊 孩子们都睡了 男主也终于可以和黑妹谈情说爱 男主小时候没爸爸 妈妈是个神经病 一直都是姐姐照顾男主 黑妹追星迷失了自我 后来在孩子们身上找到了目标 两人都因为对方出轨而单身 这点倒是挺像的 早上男主和黑妹打算用汽车逃离 孩子们肚子饿了 男主就用抒情的音乐安慰孩子们 顺便用音乐向黑妹表达了爱意 孩子们都忘记了害怕 广场上到处都是上司 男主吸引上司 主持人跑到车上 不给男主开门 哪知道车里有个上司 主持人被咬后成了上司的一部分 男主只能爬到车顶 姐姐来电话栏 男主感谢姐姐小时候的照顾 手机掉了 男主继续在车顶挣扎 小飞带着面具跑了出去 一路躲避上司 小飞开了拖拉机去救了男主 男主上车后 开拖拉机撞开了门 黑妹带孩子们上车 男主开拖拉机一路向前 这速度刚好比上司快 黑妹带孩子们唱歌 一大群上司在后面跟随 拖头长官发现了拖拉机 差点开枪射击 幸亏孩子们的歌声 拖拉机通过后 部队全力开火消灭了上司 因为画面太血腥了 所以就不显示了吧 战斗机飞过 随后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升起 军队实施了轰炸 黑妹主动闻了男主 终于生活有了爱爱 孩子们突然被生化兵带上车 拖头长官告诉家长 幸亏两位老师 孩子们都平安没事 男主黑妹和孩子们 在隔离室内要待48小时 打发时间当然用音乐了 男主看来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姐姐看到大家安全无恙开心的哭了 欢乐的上司儿童篇 感觉上司弱爆了 所以人生还是需要目标 否则真的很痛苦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